由奥勒冈州立大学工程师开发 Agility Robotics公司制造的双足机器人CASI 最近在100米短跑项目上创造了一项金石世界纪录 CASI在24.73秒内完成了这项历史性的短跑 起跑和终点都保持了站立的姿势 并没有摔倒 尽管它的速度远远比不上人类选手 但从现代机器人应用的角度来看 双足机器人能够取得如此成绩仍然令人印象深刻 CASI不依赖于摄像头或外部感应器 而是运用机器学习技术让它能够在平地上行走和奔跑 除了行走和爬楼梯的能力外 CASI还具备基本的手臂设计 可用于剪取和搬运小型包裹 目前 人类100米短跑的世界纪录保持者 分别是亚买加选手刘塞恩·博尔特·Uzain Bolt 男子组刷新了世界纪录 时间为9.58秒 而女子组则是美国选手佛洛伦斯·格里菲斯·Florence Griffin 时间为10.49秒 CASI作为一个鸵鸟型双足机器人 完成100米短跑所需的时间是24.73秒 CASI可能是第一个学会奔跑的双足机器人 但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 相信这个领域的发展将会加速 CASI的开发者还提到 实际上奔跑并不是这次挑战中最困难的部分 最困难的是让机器人从静止状态起跑和停下来 站立起跑和停下来比奔跑更具挑战性 就像驾驶飞机起飞和降落比在空中飞行更难一样 此外 CASI还在奥勒冈州立大学校园内完成了一项长达 5000米的挑战 并且只需充电一次 波士顿动力公司成立于30年前 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创业分支 他们已展示机器人跳舞和进行跑步等 华丽且令人印象深刻的视频和文明 同时也与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达尔本密切合作 虽然该公司在被Google收购后变得更受欢迎 但此后一手几次 现在由现代汽车拥有 波士顿动力公司通过类似下面的视频展示 成功吸引了机器人领域的大部分关注 但特斯拉最近也成功地分散了一些注意力 特斯拉宣布其人型机器人计划以来 常常与被广泛认为是机器人领域领导者的 波士顿动力公司进行比较 波士顿动力公司主要采用开发新的机器人技术 并逐渐找到应用的方法 而特斯拉则通过出售 基于通用人工智能的人型机器人的雄心目标 成功吸引了注意力 这种机器人能够执行各种不同的任务 特斯拉首席执行长埃隆马斯克 甚至声称每个人都会想要拥有一个 价格可能只需三万美元 这与波士顿动力公司的策略明显不同 啊, forgot my tools again 啊, forgot my tools again 波士顿动力公司销售价格更高 且主要用于更具体的商业和工业目的 然而 预计他们仍将与特斯拉的机器人竞争 特斯拉的机器人预计首先将在制造设施中使用 波士顿动力公司的Atlas团队指出 虽然机器人的外观与人类相似 但实际上他们在许多方面仍有所不同 例如关节活动方式 同时为了降低机器人的整体重量并保持期间固形 他们必须使用3D列印技术 目前的做法是 Atlas机器人的每个动作都从行为资料库中寻找适合的动作 并通过模型预测控制器调整力量 姿势和执行动作的时机 它还能根据不同的环境和突发情况进行调整 甚至可以预测下一个应对动作 然而Atlas团队指出 即使是目前最先进的双足机器人 其在像人类一样灵活行走和保持平衡方面仍然存在明显差距 但他们强调未来将逐步实现更接近人类行走流畅度的表现 波士顿动力公司一直自称为一家商业公司 但从本质上来看 它实际上是一个AI和机器人研究实验室 该公司的先进技术广为人知 从他们多次公开的实测影片来看 他们所创造的机器人几乎实现了过去被认为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然而在现实世界中 无论是在商业环境还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很少有机会使用顶尖的AI和机器人技术 人们更需要的是稳定的解决方案 这些解决方案可以与当前的软体和硬体生态系统整合 提高营运效率并降低成本 Sanctuary AI是一家整合人工智慧 和机器人技术的公司 致力于在通用机器人领域创造世界上第一个人类智能 他们最近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推出了名为Phoenix的第六代通用机器人 这款双足机器人身高5英尺7英寸 重量155磅 几乎和它所计划增强的人类没有什么区别 Phoenix是一款人型通用机器人 使其能够执行人类的各种工作或任务 结合先进的力学 尖端的人工智慧和最先进的感应器 它提供了一个功能强大 且用途广泛的机器人平台 Phoenix拥有灵巧的双手 可以执行从货架上取货 卸货到卡车等各种任务 与机器人技术的任何发展一样 Sanctuary AI的人型机器人的推出 引发了重要的伦理考虑 随着机器人变得越来越复杂并融入社会 关于他们对就业和人际关系的影响的问题也出现了 然而 支持者认为 这些机器人技术的进步有可能增强 而不是取代人类的能力 从而带来新的机会并提高生活品质 Sanctuary通用机器人游人远程驾驶或监督 只在与他们一起训练和工作 当收到指令时 机器人将使用其内建的自主控制系统有效的观察 评估和执行任务 Sanctuary AI的成就展示了人工智慧和机器人技术 在实现人机和谐共处的道路上取得的巨大进步 随着每一项新的创新 我们离机器人与人类共同生活 相互补充能力并增强日常体验的世界越来越近 机器人最渴望的特征应该是手指 眼球和大脑 相对于他们的大小 我们的小指头非常灵强 使我们能够在没有视觉辅助的情况下操作复杂物体 这些能力对机器人来说也非常重要 特别是当我们希望他们在工厂和仓库以外的领域有用途 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 首先 需要具备接近人类手指表现能力的机械手指 其次 需要具备必要的智能 使手指能够发挥作用 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在一篇会议上的论文中 展示了如何训练机械手指 进行灵巧的手部操作 并无需担心物体掉落 更重要的是 这种操作完全依靠触觉 无需视觉 这些略微粗壮的手指内部包含许多元件 可以实现这种操作 每个手指的皮肤下面都有一个柔软的反光薄膜 并且在薄膜下面有一排LED和一排光电二极管 每个LED可以毫秒级别的开关 而光电二极管则记录每个LED的光线反射在手指内膜上的方式 当手指接触到物体时 薄膜会变形 光线的反射图案也会改变 经过训练的模型可以将光线图案与手指接触的位置和力度相关联 然而,除了知道自己碰触的手指位之外 机器人还需要学习如何碰触物体 以便按照意愿进行操纵 而不会让物体掉落 某些物体对机器人来说比较容易操纵 而某些物体则非常难以操纵 特别是具有复杂形状和凹凸面的物体 同时,有限数量的手指在操纵物体时 通常会与保持稳定握持产生矛盾 这种技能被称为手指不太控制 需要经过训练才能掌握 在这个研究中 研究人员使用了强化学习来实现手指不太控制 他们结合了采样方法 即找到已知起点和终点之间的轨迹和强化学习 开发了在整个状态空间上进行训练的控制策略 尽管这种方法运作良好 但完全不依赖视觉似乎有些人为的限制 当结合视觉反馈和触觉时 机器人的潜力更大 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人员表示 一旦我们加入视觉反馈 再加上触觉 我们希望能够实现更高的灵活性 并有朝一日开始接近模仿人类手的能力 总之 今天的影片内容涵盖了机器人技术 在通用机器人领域的进展 以及在模仿人类手指灵巧操作方面的研究 并且如何更有效率地模仿人类的行走及替代人类进行高度危险的工作 这些研究对于未来机器人的发展和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并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将机器人技术应用于各种实际场景中 从而改善人类生活 机器人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对于改善人类生活具有巨大潜力 通过创新和研究 我们可以期待看到更多智能 灵巧和具有人机互动能力的机器人 为我们带来更多便利 安全和丰富的生活体验 机器人可以帮助人们管理家庭事务 减轻日常工作负担 而不是完全取代人类的一切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AI生活频道 这个频道会和大家分享生活中的日常文章及科技 希望能够帮助您进入AI生活之中 感谢观看